苹果作为美国五大科技公司之一,其上市股票热度非常高,相信许多朋友正在关注这只股票,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苹果最新一个季度的财报。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。 近五年,苹果收入连续增长,从2018年的2655.95亿,上涨至2022年的3943.28亿。 在2023财年第二季度,公司实现了948亿美元的营收,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.5%,然而这一数字超出了市场预期的926亿美元。 主要原因是iPhone业务逆势保持增长,公司手机业务当即营收为513.3亿美元,同比增长1.5%,超过市场预期的490亿美元。 这主要归因于公司产品出货量和ASP价格的提高,以及在印度、印尼等几个发达与新兴市场上销量的增长。 软件和服务业务本季度收入为207.7亿美元,同比增长6.4%,服务业务首次突破200亿美元,创历史新高。 苹果的付费订阅用户数量已超过9.35亿,过去12个月增加了1.5亿用户,付费用户渗透率不断提高。 随着活跃设备增加和客户对软件付费参与度提高,软件和服务业务有望继续增长。 iPhone在公司的营收中贡献了超过一半的份额,其在高端市场具有强大的竞争力。 为刺激消费者换机需求,公司每隔大约三年推出新的卖点和创新,这有助于推动iPhone的销售。 在中长期的展望中,手机业务有望保持稳定的发展,进而带动整体业绩的提升。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,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。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3-8658-0602。 喜欢我们的内容,记得点赞、收藏,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 下期节目再见。